达尔文的进化论是错的 咱们这女娲造人才是对的 你可一边的去吧 早在屈原的时候 这个天问里面都曾经质问过 叫女娲有体熟至降至 人如果是智慧设计的 那女娲又是谁造呢 如果强行说下的话 我们反倒是自己的古书海错图里面 就有着万物无定形 物种和物种之间会因为自然而言 发生转化的这种化生说 反而倒是那种什么造物主 主造一切的理论 是咱们自古不太喜欢的 这西方人比较喜欢 就连本草刚墨 也是有对生物谱性分类的这种雏形的 所以通过环游地球 达尔文他是难以相信 数以千万形态相似的生物谱性 是个白胡同老头给捏出来的是吧 通过自然选择进行转化 这显着太正常了 所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反倒是和我们很多祖先的看法 是有着共通的 问题是即便什么自然选择 那生物本身为啥会突变 这玩意达尔文也不知道 直到后来大家都知道 这个孟德尔的豌豆实验 才数学性的证实了遗传因子的可能 又随着化学的发展 分离出了遗传因子的核心 就是细胞核里面染色体里面的核酸 DNA 再往后又知道了 DNA是一种双螺旋的结构 才知道生物是如何以DNA 作为一个工程密码进行转入翻译 搭建我们身体的这个蛋白质大厦的 也知道了 这个密码在一代一代复制的时候 就会出现错误 就是所谓的突变了 这个就是进化论的原动力了 这个时候 距离达尔文的进化论 已经一百多年了 所以我说过 科学从来和真理是无关的 它是一个假说 不断的被实验 逻辑进行正伪证明 完善的过程 很显然 现在生物理论 就是这样的一个科学理论 从它里面衍生的生物工程 也早就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了 因为分子生物学 我们知道了 细菌支援体等等 一些非常古老的生命形态 甚至像病毒这种 仅靠着一个蛋白外壳里面 就是一串DNA RNA 就能寄生细胞破坏 瓦解到它 成为人之色变那种万恶之源 甚至病毒里面 还有更原始更神奇的病毒 连DNA都没有 叫做软病毒 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病毒 它就是这么一堆蛋白 进行这种逆翻译逆转路 最后让动物成为丧失一样 这样的一个病毒 著名的风牛病就是如此 因为对这个软病毒的恐慌 也有如今各种漠视题材的诞生 但是你想过吗 比起恐慌这类存在 我们有没有可能和这种病毒共生呢 毕竟我们人类都挂了 那病毒又怎么活着呢 没错 这就是一个著名的 叫做内共生起源学说 就是认为我们动物细胞里面的 能量质源线一体 以及植物细胞里面的 光合作用的能量质源 叶绿一体 都是曾经寄生在细胞里面的 细菌和蓝藻 它们都有着自己的DNA性繁衍 却彻底成为了和我们共存的一部分 同样在这个末日生存手游 明日之后里面 也有这类似的设定 有着这样一种人类和病毒共生的存在 叫做半感染者 从游戏的预告片来看 这个半感染者原本它也是人类 但是很有可能为了保护自己的队友 或者是亲人 又为了单纯的活下去 使用了一些神秘的试剂 成为了一种共存态 变成这种半感染者之后 它们的外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蓝色的血管 白色头发 就跟青花丝成精了一样 除此之外 它们不仅获得了超越常人的反应力和力量 甚至还衍生出了极强的学习能力 通过改变自身细胞 模仿使用丧尸的各种技能 但是这种共生 毕竟不是DNA自己的进化 必然有着副作用 埋藏的这些半感染者体内的病毒 也很有可能反尸宿主 重新成为这种行尸走肉 我们已经习惯了 这个世界只有我们一种智慧生命了 以至于当我们发现 如果人类的基因仍然继续突变 亦或是我们人类被各类宿主寄生 出现诸多和我们平平的物种的时候 那我们就即将遇到一个 从人和人 人和动物之外 更宇宙级别的挑战 就是人和半人了 就像前面说的 那这样的未来 我们如何能共存 明日之后 可能只有未来能给我们答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